摄山夜道精神 世尊有几句非常好的开始 他告诉龙王 这个金在龙宫里面讲 当机者是沙切罗龙王 他跟龙王讲 菩萨有一个方法 能力 一切握到口 永远离开 什么方法呢 佛教导我们 昼夜思维观察善法 却不容许 一丝一毫的无善法 夹杂在其中 这样就能够永断一切我 这个方法好 要知道 我们的心 是好的 每一个人心多好 每一个人的真心 跟祝佛如来的心 没有两样 为什么他能成佛 我们在六道里头受苦受呢 没有别的 人家那个心 就像这个容器一样 杯子一样 里面所装的都是善点 一点我都没有 我们这个心 很糟糕 把世间 所有一些坏人坏事 都装在我们这 我们的心坏了 你看你冤枉不冤枉 别人这些 我念 我行 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吗 根本不相干吗 我们何必要把这个东西 装在我们心里头 把我们的心污染 这才是根本的大病 与佛菩萨这个教会好啊 确实是最好的办法 我们见到别人的好处 善心 善念善行 我们要装在我们心里 见到别人 我心 我念 我心 决定不要受懒了 能不能做到 是真能做得到 你就不肯做 那有什么发生 你看上一次 许哲就是在此地 他举一个比喻说 我看世间 卧人卧似 就像我上街 在马路上看到 来来去去的人一样 这个比喻好啊 你们每一天都上街 马路上来来去去的人 哪一个人你记在心上 没有啊 这就是佛法里面所说的 视耳不见 听耳不闻 可记得 我们做得到 我们天天都在做 马路上看着的东西 你记得心上吗 马路上那些人在讲话 你都听到了 你也记得心上 问你一个人也不认得 问你人家讲什么话 都不知道 岂不是 视耳不见 听耳不闻 为什么呢 没有把它装在你心里 我们对于一些 密尽 过云 统统用这个态 自己的亲近心 真心里面 绝不容浪 丝毫的 不善意 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 蠢人 这个人就能做佛了 佛是这么修成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不是因为 员 我 感谢观看